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小编 这把兑现老夫子啊 咱们戴手弱化就行了 戴啥都一样啊 戴弱化反正能更好打一点吧 最近就想试试这个弱化啊 好久没用了 一用吧 还有点不太熟练 这把开局终回跟咱们啊 那这个老夫子这不是死定了吗 那这样的话 一级咱就别去找他了啊 二丁打我 没关系啊 他这边想强行连带兵一起打 这不是卡他位置啊 防止他闪现逃走就行了 不交闪现的话就必死啊 交了闪现我感觉他也走不了啊 反正要是这种开局的话呢 这个基本上咱可以单方面宣布啊 怎么呢 老夫子已经崩了 有辅助帮咱们就是好啊 一般来说你玩成咬剑很少说能碰得见啊 这把直接出那个冰心就行了啊 不好单杀 我们现在单杀这个老夫子就不好打了 钟奎又往下路来了 我直接卡他兵线啊 硬吃他这个被动啊 钟奎没勾着 刘备上了 这边攻门也是升到四级 出个守护者之凯 然后我们直接出抵抗血啊 老夫子漏视野了 这边咱们抢兵线就行了啊 我是有点不太想抢的 我就想卡着这个老夫子的兵线打啊 你看这边一技能踩回来 凭个一技二 他没有二技能 他就闪现的话 这边咱直接开大招 我给这个工本扛大 那扛卡 这时候再跃他轮番扛他才能单杀 才能这个强杀老夫子啊 刘备过来一技能踩上来直接就弱化 钟奎出勾 没勾着啊 勾着了啊 被他控住了 免控啊 哎 他这个大招是可以免控了吗 这个刘备 我就只知道他有护盾啊 他还能这个防钩啊 控制也不受 是吧 没玩过刘备啊 真不知道 这把开局这就已经其实相当舒服了啊 三杠零的顺风开局啊 感觉这把怎么打都能赢啊 这把咱就冰心加那个暗战斧啊 前期就这么出装 一技能踩上来 我就随便和这老夫子打 你看他敢打还是不敢打 零杠二啊 拿什么和我玩 突然这么发现啊 戴着话也挺好的 看一下这个蓝buff能不能抢吧 我手里是没成绩的 这边咱得等队友啊 只有我和米莱迪啊 这边上就是二打三 哎 这米莱迪伤害好高啊 哎 早说这边我上好了啊 老夫子大招看我往回拉 骗他技能啊 大招开出了 二的能挂手接拼A 再接个平安 往回一跳 下核顿来了也无所谓啊 让这个刘备给捧了 我没成想这米莱迪伤害这么高 给那隔墙输出打了这个刘备那么多血啊 7-1的顺风局啊 下路平线推上来 这一打 拆不拆我觉得都行啊 不拆也行 老夫子是不敢打的 先把这波兵线 给他断了嘛 上了捆我 我自己开大招 你看他交闪线跑了啊 你跑你也跑不了 躲这个下核顿的技能 一技能咱们先走 这不咱打不了了啊 哎 这个一塔他没有拆掉啊 救不了就是救不了啊 不能强行的用硬硬硬去跟他救啊 这把射手也有优势啊 这么顺风吗 这把 感觉有点不太适应啊 把这兵线推上去吧 然后我们直接转中啊 也去刚才露视野了嘛 这下核顿能留的话 还是要留一下呢 踩一脚平一技二往回拉啊 就是骗他技能 哎 大招开出来往前顶啊 这边呢 蓝buff又耍了 哎 这包我手里没大啊 老夫子又叫大还跟我打啊 拉扯他二里登刮一下 哎 再跳往回网吃个药包 别着急上啊 等下一个大招吧 先轻下路兵线再去啊 这个蓝不知道拿没拿着 那这个老夫子感觉挺敢打的 五分钟他都已经0-4 你还这么狠啊 在对面有野区保护机制的情况下 我都把那个给刘慧 就都把这个老夫子给给给给 单杀了 你说他还敢跟我打 挺挺强势的啊 我这个方位现在打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直接出完眼战谱啊 不死鸟我都不出了 先把这叔叔转给他搞出来 这个龙拿不了啊 我们是有羁绊的 这个老夫子的话 这边看他怎么 往不往中路去转线吧 他不转的话这不他就是 还能守得住啊 这边可以直接上啊 开大招踩上来 二里能刮一手 弱化交出来 先把那个 哎 这边接着往前追 二里能再刮 刘备上来 哎 哎 再二里能再刮 借拼给 这边三杀在手 一技能踩上来 这闪现啊 就是不让我拿四杀 我六分钟直接超神 这是什么角啊 这把队友感觉也好强啊 我现在感觉又无敌了啊 谁能切得动我 我五千多的竞技啊 六分钟中 弱化发育慢 你看发育都慢了 一点他都无慢啊 这把太爽了 二里能刮一下 大招开出来 躲着个 这控制没躲掉 一技能踩上来 平个一技二 哎 再哎 月塔强杀 发誓 现在我就想说一下啊 谁能刺我一死 这把感觉想死都难了 双buff在手啊 下路接着带线啊 感觉最近也没有打过这么顺风的局了 是不是啊 也不能说没这么顺风啊 只不过那个顺风 咱不可能拿到这么多的人头啊 这个刘备都不用去管啊 下路二塔都没了 咱这时候直接转线去上路推二塔啊 先把对面所有的二塔全部拆掉 对不对啊 这个射手去去去拿经纪了 我就不抢 我跟他抢经纪 我有点发不上啊 本身我现在经纪是挺高的 这边只要是敢上来抢这个红 我就敢打啊 这边红buff到手 老夫子我一行呢 你就跟这蹲着呢 不是这个射手怎么带带兵线 他就不带了呢 你把这个上路兵线推上来啊 导致的还得我去担心啊 这个敌人节不假嫌 电刀加墨士 这个装备打砸应该还挺疼的 看这个时候咱已经不用去 不需要看对面的这个人头了 我感觉直接打团就行了啊 钟魁真勾动了 我直接大招一开踩上来 先切这个老夫子二里能挂一手往回拉 这边敌人节大招踩呀 为什么全打我呀 为什么呀这一波 这不是对面这个防御塔太近了 我没法越塔去打 哎呦这不是打的 讲道理来说 凭什么能打得动我呀 这几个人 这边复活之后 发现的是什么呢 哎这对面真敢上啊 这夏侯顿应该是死了 就闪现我一技能踩上来 二里能挂一手 这敌人节大招又中了 我大招开出来 你有大招你能怎么着 哎哎想跑 一技能踩回来 二里能挂一手 这边的老夫子上来输出 中回出钩啊 他就闪现拉开 哎这米莱迪哎一下哎 平AG2一技能 哎这老夫子真厉害 我兄弟们 哎就这条就写他给我整死了 打我六天多写啊 这两拨我都没看懂啊 我经济这么好 凭什么能打得动我呀 其实这把赢我感觉挺简单的 只要我往前面一顶 毕竟咱带的是个弱化嘛 对不对 打船是很好打的 这切后排的敌人只想瞄我也不太容易 对面开团 先奔对面双C去啊 一技能踩上来 大招开出来 哎这边呢 我不叫做话 嗯 交的有点晚 但是问题不大 射手拿了个三杀 剩一个刘备这波他也得死啊 四杀 可以啊 二换四 但是兵线现在不占 不怎么占优势 咱这装备切后排没啥问题啊 挺好切的 这时候咱直接开笼就醒了十分钟 其实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咱们依然还是很强势 刚才这边团战你们发现没 我只要被这敌人家大招打中 我感觉比那个制裁都管事 啊 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这个大招打中我之后我感觉我都不会回血了 你知道吗 这对面任何人 一任何任何一个人打上来打我一下子 他可能是捡我护甲啊 可能是捡我护甲 但是他限制我回血 这晚上就有点离谱 这边还是要把兵线放在下路呢 放在下路 我们上路呢 去拿这个 就米莱迪又去偷他了 这边工本交大了 大招开出来我也顶不住 我这边对面人太多了 射手来的也晚 这工本开团开的有点离谱啊 不应该这么开啊 那这不是好像也不太亏啊 你看 只能说强赢不亏啊 毕竟对面掉了个高厘堂 这不是射手也不在 其实按照我这个经济和射手的经济啊 这把我俩就感觉再来一个辅助啊 二打二打五感觉都有的大 毕竟这个射手经济高嘛 这边他别死就行了 守住吧 这个前期的顺手就打着打着 突然感觉是打不过对面了啊 不知道为什么 工本的问题 感觉这根本不是很会玩啊 刚才那边团战织就是打炸了 下河蹲仔似的 我直接上去切这个 敌人结巴还真不好切 所以说这把我给这个射手扛上下就行了 下路就是又要被单杀了 米莱迪也不打团 光光就是带线 颜结上来了 这边法师 哎呀射手死了 救不了了 被这个法师控住了 这边打也又没来 这中回上去还是送 哎呦这把我真不知道咋玩了 带线也带不了 关键是啥呀 这米莱迪不打团 我带线的话他也不打团 就是带线 没法上啊 我这一上 工本不在 我自己切后排我也切不动啊 等着这个法师射手啥的复活吧 这边兵线看看 这个法师玩他真挺恶心 我切不了他 这仨人始终人家就抱团 你不像我们这边啊 你法师 这边死了 交不交肉发也没有用 这把输了 守不住了 回去你们就看啊 工本咋死的 我是不知道 反正这边我死的我听明白啊 前提多大的虚风率给我打没了 关键是啥 我还真没啥办法 你说这把要输的话 我不知道咋玩你知道吧 啊 面对这种局面 带线也不行 打团呢 总少人 嗯 这比那里打团我始终我看不着 我有弱化的情况下 我切对面后盘对面不太能打的动物 而且我还出了个不行 说这把呀 哎呦 这功本又交大了 交大招好像也没用 这个大招我都不知道会给谁身上了 这边打野法师一死 你说我这个还没大招 这没招了 交不交弱化也这么回事了 这把我这书的帮 有点莫名其妙 给我打懵了 我这把我真不知道咋玩了 这书的我都服了 我多大的优势 我打书 我打懵了你这把这把 我那咋玩了 可惜呀 白夏我那么大的优势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再见